5月16日,国际科幣基金组织批评拜登政府两天前宣布大幅提高部分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做法, 警告全球两大经济体的紧张关系,可能损害全球贸易和经济成长。 国际科幣基金组织发言人朱利·科泽克当日在华盛顿回答记者问题时说:"我们认为维持对他经济表现至关重要的开放贸易政策,将为美国带来更好的利益。 该机构总裁格·奥尔基·耶华上个月曾指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美国。 该组织正越来越直言不畏地批评其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股东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其中包括华盛顿不断飘升的债务水平, 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产业政策,甚至联邦储备银行会缩锁货币政策的影响。 这些政策导致全球货币对美元贬值。 5月14日,拜登总统宣布对一系列的中国书美产品大幅提高关税, 在他今年的选举年提振关键产业的国内制造业, 白工称这是保护美国劳工和企业免受作弊的必要行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指出,全球经济分裂可能产生多种结果, 包括在严重分裂的情况下,全球国内生产无额可能损失7%, 相当于德国和日本经济产出的总和。 霍杂克说,如果贸易和技术可用性出现问题,成本将会更高。 霍杂克说,我们鼓励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找到解决方案, 解决加剧贸易紧张局势的根本问题。 更广泛地说,我们敦促所有国家在多边框架内努力解决分歧。 5月16日,白工宣布,美国将取消对太阳能板进口关税的关键豁免, 并使用美国制造产品的项目更容易申请政府补贴, 而保护国内太阳能工厂年秀来自中国的竞争。 白工称,美国将会很快取消一项已经实施了两年的贸易豁免, 该豁免允许进口的双面太阳能电池板免关税, 并指出自称,实施该豁免政策以来, 几乎所有的进口太阳能电池板都是双面的。 2019年,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这一项豁免政策, 但是后来停止实施。 2022年,拜登政府恢复了该政策。 两年前,拜登政府认美国的专案开发商的要求恢复了关税豁免, 这些开发商依赖廉价进口产品, 令到它的设施具有成本竞争力。 不过,白工称,自那时以来, 美国制造业已经扩大, 生产商面临来自中国太阳能工厂产能激增的竞争。 拜登政府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指出, 这些行动将提振国内太阳能生产商, 但是中国过于要求美国在太阳能市场投资的影响 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5月16日,拜登政府也宣布他将终止对中国公司在马来西亚、 柬埔寨、泰国和越南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关税豁免。 从6月6日开始,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进口的太阳能产品, 将被征收关税。 此外,联邦财政部也就清洁能源专案开发商, 如何获得税务底面资格发布了新规定, 以鼓励人们使用美国产品。 目前,拜登正在兜售他的经济政策, 希望在11月的选举中击拜佬拜对手特朗普, 作为应对气候变迁的一部分, 拜登尋求扩大对清洁能源产品制造业的投资, 以减少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 5月16日,拜登总统援引行政特权阻止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 取得他和联邦特别调查官许境的访谈动用。 该录音涉及拜登2017年设任副总统后, 如何处理政府机密文件的问题。 当日,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会议, 審议联邦司法部长加兰德藐视国会的决议, 因为他没有交出众议院司法和监督委员会所传唤的文件。 白宫律师西斯克尔是一封给众议院共和党人的信中写话, 由于总统长期以来致力于保护司法部和他的执法调查的完整性、 有效和独立性,他决定对这些录音行使行政得权。 西斯克尔也对共和党人寻求谈话录音的动机提出了质疑。 他写说,缺乏合理的理由寻求这些录音, 揭露了你们可能的目标, 对他的曲解断章取义并将它们用于党派政治目的。 因为你们想操纵这些敏感的、受牵法保护的执法材料, 来到获得潜在的政治利益, 就要求行政部门提供这些材料, 这是不合适的。 5月15日, 助理司法部长乌里亚特在接拜登的一封信中警告说, 披露谈话的录音可能会损害未来的调查, 因为证人不太可能合作。 司法部也认为, 鑑于拜登声称拥有行政得权, 共和党人应要停止以藐视国会最起诉格兰德的计划。 乌里亚特写说, 行政部门的长期立场是, 两党政府都认为主张总统享有行政特权的官员 不能因为藐视国会而受到刑事起诉。 信中写说, 根据你们现在掌握的信息, 国委员会不应以藐视的态度行事, 而应该要避免不必要和毫无根据的冲突。 去年10月拜登接受了许景为期两日访谈, 许景今年3月在国会山莊公开作证之前, 那次面谈的文字记录已被公布给众议院共和党人。 虽然许景长达345页的报告得出结论, 称不应该对拜登提出指控, 但报告中对拜登记忆力衰弱的描述就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暴。 尤他州国会参议院罗姆尼在共和党中特朗普的死对头之一, 然而他最近接受MSNBC采访时, 就说如果他是总统拜登, 他会立即赏免特朗普。 在定于今星期播出的MSNBC采访影片中, 罗姆尼说如果我是拜登总统, 当司法部提出起诉时, 我会立即赏免他, 我会赏免特朗普。 为什么? 因为这个让我拜登总统变成大人物, 而我赏免的人变成小人物。 特朗普已经稳获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带他在联邦和地方的多宗刑事案件中, 面临88项的重罪指控, 涉及他阴谋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以及不当处理国家机密文件等。 罗姆尼是特朗普的长期批评者, 但不同意拜登处理联邦案件的方式。 他亦批评了特朗普对纽约州法院的攻击, 指责一些共和党人在特朗普封口废案庭审期间, 司徒讨好这个犯罪嫌疑人。 特朗普对封口废案的40多项指控都不认罪, 防清拜登正在那将司法部没气化, 他还不断攻击审理理言案的法官令一些人受到威胁, 引起了安全方面的担忧。 罗姆尼说, 我认为看到人们攻击我们的司法体系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罗姆尼亦批评了那些到纽约法院打卡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 他说, 我认为看到显然想要竞争副总统位置的人, 打着红领带, 站在法院外面, 也有失身份, 我只是觉得很尴尬。 那些向特朗普牵媚的共和党人, 包括北达科他州长, 帕克古姆和俄开俄州国会参议员曼斯, 他们聚集在纽约曼克顿刑事法院, 批评检方对特朗普的各项指控。 罗姆尼现年77岁, 2012年竞选总统时输给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 去年他宣布不再尋求连任参议院, 成为新一代领导人让路。 由于餐厅食物价格保障, 当大批快餐连锁店, 因为消费者不断流失而苦劳不折而时, 零售业巨头Walmart就看到赚钱的良机, 想吸引人们在他的超市货架上买到超值的饭菜。 5月16日, Walmart发布的《财报》显示, 最近一个季度, 它开业至少一年门市的销售额, 比去年同期成长3.8%。 零售业分析师指出, 即管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通货膨胀率飙升, 但Walmart利用它的规模和购买力, 将物价保持低于竞争对手的水平。 Evercourt IRI的分析师称, 集货销售额佔Walmart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 由于有二价的优势, Walmart货物价格比传统超市低25%, 5月16日, Walmart财务长雷尼接受CNBC电话采访时, 说最近一个季度, Walmart销售成长的部分原因是, 消费者转向Walmart购买给快餐店更便宜的食品, 他说在外面吃饭比在家吃饭归大约3.4倍, 这个对我们的业务有利。 雷尼称, 当消费者看到Walmart饭售的食物价格保持不变, 甚至变得比较便宜, 这就加大了外食和在家煮饭之间的消费差距。 虽然中低收入的消费者是Walmart传统客户群的核心, 但它亦吸引了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 该公司透露, 上个季度的销售成长主要是由高收入家庭推动。 连锁速食业巨头麦当劳已经确定, 他将在他的美国门市推出5美元的超值套餐, 但只是在限定的期间内提供。 一位指定人士告诉CNBC, 5元的促销活动将会包括4种餐品, 麦香鸡或双层漢堡, 4份装的鸡筷, 薯条和饮品。 5美元超值套餐将会从6月25日开始推出, 持续约1个月。 麦当劳在被CNBC的声明中说, 我们知道当麦当劳提供有意义的超值体验, 并且透过全国性的广告传播的时候, 这个对我们的顾客意味着些什么? 我们从一开始就这样做, 而且从未好像今天那么重要。 上星期, 有媒体报道, 麦当劳计划推出特惠套餐, 以努力吸引低收入者。 该计划的具体细节正在由加盟商讨论和投票, 最初的提议并没有升除必要的障碍。 《华尔街日报》看到的内报邮件显示, 麦当劳餐厅的长期饮品供应商可口可乐, 计划出支460万美元補贴这次促销活动的成本。 麦当劳最近公布的第一季业绩令人喜悠参半, 美国同店的销售额率低于预期, 价格上涨帮助提高消费者的平均支出, 但由于整体的成本上升, 一些消费者减少了支出。 麦当劳执行长很普堪司机近日说, 由于日常消费面临价格上涨, 消费者对自己每块一块钱都更挑剔, 这个违快餐业带来了压力。 他强调, 麦当劳必须高度关注餐品的可负担性以及人食客。 赌城拉斯维加斯具有标志性的赌场饭店海斯信楼营业34年后, 将在今年夏天关门。 据报道, 海斯信楼定于7月17日关闭, 为这座占地80英帽的赌场重大翻身和重建素称道路, 新建的赌场酒店将会跟名为硬食拉斯维加斯, 它的特色是一座吉他形状的酒店大楼, 告出拉斯维加斯大道中心近700英尺, 定于在2024年投入营运, 开始顺流由博彩业大亨斯提夫为因开发, 1989年开业, 以玻璃尼西亚风格为主题, 成为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第一间巨型酒店, 掀起了1990年代这一条著名大道上的建筑热潮。 海斯信楼的火山爆发演出, 是拉斯维加斯大道最早的景点之一, 做在威尼斯人的共多拉和白洛工的音乐喷传, 游客还可以在海斯信楼欣赏太阳马戏团的The Beatles Love Show和波术表演。 这一场以Pay头4为主题的演出, 也将在今年7月落幕。 2022年, 硬石以近11亿美元的现金交易, 从米高梅国际酒店集团收购了海斯信楼。 硬石称, 在完成翻收的计划期间, 该酒店将继续开放, 并以海斯信楼的品牌营运数年。 5月15日, 硬石揭露海斯信楼将有3000多名员工被解雇, 预计他将为此支付8000万美元的衔生费。 攀任劳工工会发表声明说, 该工会去年赢得的合同确保被解雇的员工 每年可以获得2000美元的补贴。 合约中规定, 当新酒店开业时, 他们可以选择回到工作崗位并保持他们的资历。 海斯信楼不接受7月14日后的订单, 超过该日期的雨顶将被取消并退款。 另外, 今年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第二间 退出历史舞台的著名赌场饭店。 今年4月经历了67年的赌场饭店 热带雨林永久企业, 为一座投资15亿美元的棒球场 腾出空间。 这座棒球场将为半千之后的奥克兰运动家 对未来的主场。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传播内容, 感谢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格TV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